以两岸关系与民族复兴为主题的 2023年两岸关系研讨会 8月17号上午在四川成都开幕 当前两岸关系正面临着和平与战争 繁荣与衰退两条道路 两种前景的重大选择 民进党当局和外部势力勾连作乱 只会将台湾推向灾难深渊 岛内台独分裂分子或同外部势力 借过境窜访进行谋独挑衅 充分证明他们是台海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 赖清德我们说他是麻烦制造者 他坚持坚持台独立场 不接受交而共识 他不是使得两岸一直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当中吗 借过境实际上是串访 实际上就是把台独活动搞到国际社会上 美国人如果一直也是这样 掏空一个中国政策 对这个台独势力的欲纵容 当然就是也是给中美关系制造麻烦 台独分子篡美一次 台湾同胞利益就受损一次 民进党当局勾结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 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 严重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那都是对于民族来说都是一个罪 不管它是彻头彻尾也好 功利主义也好 利用了让台独来增加自己政治资本也好 都是不可取的 中华民族经历这么多的事件 仍然能够这个伟大的复兴 所以我觉得对于整个这个民族的统一 不管台湾的一部分人做什么选择 台湾的政客做什么样的伤害 他都没有办法违背这样的大的趋势 两岸专家学者在大会发言中表示 两岸同胞要锚定两岸关系发展正确方向 坚持久而共识 勇敢与台独和外部势力做斗争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对于台独分子进行的谋独挑衅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郑健说 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工具箱里 要什么有什么 那么台独分裂分子他害怕什么 我们大陆工具箱里边就要准备什么 就要适时使用什么 是吧 我们的政治实力 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 文化实力 军事实力 金融实力 我们两岸之间作为有着同属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一种文化 一种血缘 我认为这是最大的优势 这也是我们最大的工具箱 我们都会使用出来 搞台独 搞分裂 搞西洋之路 他们不惜让台湾民族的利益 受到如此深的伤害 而且是他们明明是清楚的 他们仍然这样做 我觉得这有良心何在 居心何在 价值何在 我认为这个人有的 我认为这种 我认为这个人有的 要是这种 都会有的 我们的工作